在热博瓜果绿郎下煮了一锅龙胆石斑豆乳锅 宣传屏东农村好食材 屏东县长潘梦安有目共睹 每年的灯会也让屏东之美享誉全台 甚至获得国际肯定 这也让县民很有感 让潘梦安拿下第一名的施政成绩 得知远见的施政满意度的评比后 当然高兴万分 要感谢屏东乡亲以及乡亲给我们的肯定 包括团队的努力 远见杂志公布今年三四月 在三级警戒前 2021年县市首长施政满意度调查 全台22个县市只有5名首长荣获五星 其中屏东县长潘梦安施政分数78.4 全台之冠成功传联第三次的五星首长 此外针对政府的八大面向 屏东在观光休闲部分满意度破八成 道路与交通拿到74%都是全国最高 其林渊县宜倒不如退而绝望 我们一直以来点点做 不计较只求一年比一年更进步 这次远见杂志的民调受到疫情影响 满意度普遍下滑 但屏东县长潘梦安还是拿下五颗星满意度 其他五颗星的还有新北市长侯友宜 桃园市长郑文灿等另外四位首长 国境之南资源部如都会区 潘梦安任期胜不到两年 但他还是始终坚持要把屏东打理得更好 TVBS新闻叶凤达频道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